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双Air Presto 但是你们很少有人见过这个配色 因为这是一双2001年生产的Presto 是耐克第一批生产的Air Presto 我在DC的一家鞋店 很古老的鞋店淘到了这双鞋 我特别喜欢这双鞋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别人跟我穿 这双一样的鞋子 但是昨天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天经常在雪地里面走吧 反正也是因为 这种鞋太老了 已经几岁了 16、17岁了 所以脱胶了 今天是在波士顿的第四天 今天还是我一个人 今天的打算跟昨天说的一样 我今天想在Downtown找一个高楼 然后能够俯瞰整个波士顿景观的地方 然后拍一些照片之类的 然后再去Downtown逛一下 但现在我要先去 先到星巴克 买杯咖啡喝 我现在又回到了Downtown 然后感觉这里白天跟晚上差别还是挺大的 当你到一个新的城市 但是你想找一个地方 看这个城市景观的话 最好的地方是 这什么点好酷啊 我刚刚说到哪里了 哦对 如果你想找一个地方能看这个城市的景观的话 最方便最快捷的地方是 找一个附近的停车场 然后跑到顶楼去 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景观了 所以我现在在找附近一个 看起来像停车场的地方 我在Downtown已经逛了15分钟了 还是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停车库 然后冷得不行了 跑到渣 然后去买了一个微博 这么大个地方不可能没有停车场 一定就在附近 总算找到一个停车库了 但是感觉这个不够高啊 算了先上再说吧 看到那边那边红色了吗 我要是在城市的那边就好了 就可以完全捕捉太阳下山的场景 而且这些只能拍到这些 不是那么高的楼 还把我视线全部都挡住 等等看有没有时间 再找一个更高一点 这种程库上不尽 不得不说这次的停车场之旅挺失败的 因为这个停车场不是特别高 而且视角又被很多的大楼挡住了 所以拍不到什么东西 第二个是在晚上如果要用大光圈镜头拍照的话 最好还是让别人帮你拍 因为对焦很难一个人自己对 所以没有拍什么好看的照片 现在要去星巴克一趟 无恙晚上要发一个东西 发一个海报 就是节日海报 所以先找一个星巴克 然后现在才五点多 吃过晚饭 吃完晚饭 如果时间允许 我还会再去另外一个停车场 对 刚刚发完无恙的圣诞海报 现在打算找一个饭店吃饭 但是很多饭店都关门了 今年这个圣诞节是我来美国以来第一次一个人过圣诞节 就真的是一个人 谁都不在身边 都怪你啊马可 等你回来了 自己看着办 晚上吃啥呢 吃龙虾吧 对自己好一点 我来说 几个食物 这个好看 这看着了 它厚热 然后我才会有个好看的人 哈哈哈 对我来找你的视频 都怪你 那这个看着得很美味 哈哈哈 如果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回国的时候吃的那顿 天天吃大闸蟹的那段时间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对来自加拿大的夫妇 他们也是来波士顿玩 然后可能是看我一个人吧 就一直在跟我聊天 which I appreciate 我特别喜欢特别享受跟他们聊天 他们从怎么认识怎么结婚 我全知道了现在 我还挺喜欢的 我们还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 因为他看到我的相机 他是一个摄影师 拥有十几台相机 然后他跟我说 可能明年夏天或者后年夏天 会去上海玩 所以我就留了联系方式 说到时候有可能会 会来让我做个导游什么的 我说好啊 对 所以就特别享受这种感觉 跟来到一个新的城市 然后跟这个城市的陌生人交流 他们也不是这个城市 但是就可能这一座城市 或者说这一家餐厅把我们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建立起了一种特别奇妙的关系 所以特别酷 现在在等我的Uber 晚上所有的餐厅所有的商店已经关门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回家了 对 酒店见 这张照片是2012年的圣诞节 也就是五年之前的圣诞节 然后那次是我第一次过真正意义上的圣诞节 然后我记得我那一年的圣诞节 心里其实挺抗拒的 包括那一年的感恩节也是一样 因为我第一个住家 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家族 所以每当这样的节日的时候 二三十个人会聚到一起庆祝这个节日 然后我当时的英语又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就一直把自己封闭起来 然后不愿意跟他们讲话 还有一个原因 当然是因为就看到那么多的家庭成员就特别想家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第一份礼物是一本关于美国历史的书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根本不了解我 因为我从来不看书 但是Ironically五年以后 我现在在这里一个人过圣诞 然后我又特别想念跟他们过圣诞的日子 你现在看到这两个拆旅屋的小女孩 是我住家的外甥女的女儿 我住家是一个特别慈祥的老人 然后他们在我高一结束的那一年 全家搬到了佛罗里达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现在应该已经长得很大了 然后我住家 在我高三那年搬到了休斯顿 因为他的孙子孙女都出生了 所以他要去照顾他们 就当年的那二三十个人里面 可能有一半的人 我可能近十年近二十年 甚至这辈子都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我就特别 特别希望我当时能够 跟他们多说几句话 能够建立一些关系 或者说起码给彼此留个印象之类的 所以还挺后悔的 想说什么呢 其实就想说 珍惜一下 陪你一起过圣诞节的那些人 或者说那一个人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见不到他们 然后你又特别想他们 对 所以这就是我来自 2017年圣诞节的感想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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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